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祝大家平安喜乐哦 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记得留在办公室 千万别带回家 更别带回等一下晚餐的餐桌上 今天请到了我的 大老级尊敬的人物啊 真的在我心中是大哥大吉啊 邱毅 立法委员邱毅大哥 哎小毛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在我印象中 小毛还是留着满脸的烙腮活 很帅的样子 我现在还是算 谢谢委员 我上一次呢 在这个直播的时候 这个曾经问过我的朋友说 因为就是您跟我说烙腮活好看 然后我就问我的网友说 赞不赞成我留烙腮活 然后他们线上民调呢 有九成的朋友粉丝们认为 我不要留烙腮活 因为他们没有见识过你留烙腮活名人的样子 的那种 对他们是想象的 比刘烙腮活的时候 比过去有一个 呃在台北院线的一个老板的儿子 叫云忠岳 哎呦 还拍过那个琼瑶的 的爱情片的 跟吕秀玲一起拍的 哎呀 刘兰西一起拍的 是 叫云忠岳 我看 我看 这琼瑶男主角哦 男小生哦 小弟真是不敢当 但是你比云忠岳还帅 我觉得我要是留烙腮活 可能不能跟吕秀玲拍片 可能只能跟吕秀莲拍片 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吕秀莲会抗议 但是 开开我们副总统一个玩笑 他年轻的时候也还可以了 对也是气质美女了 也气质美女啊 当年的高考状元 哎 刚好说也不重要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台大来演讲 对 刚写了一个新女性主义 是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叛逆心很强 嗯 所以过来挑战他 对 我说你们新女性吗 怎么还穿那么高的高跟鞋 嗯 他们两声起 一定的 这个穿高跟鞋是女性主义打脸的器具 直接被你点破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真的哦 大家 听到邱毅委员就觉得很开心哦 今天又有什么料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呢 不是要讲什么料 啊 我们今天8月17号 这个大家要了解 这是 时序已经进入了 啊 离明年1月13号投票 不足5个月了 嗯 哎 但是现在 各党啊 甚至还有没有可能有第四组 啊 整个参选的状况 大家混沌未明 我们 呃 不论从跑新闻的历程 或是说参与政治 在政党里面工作的 种种经过 哈 我们 跟 邱毅委员学过很多事情 也看到 见证过很多 哎 打选战该有的 呃 包括节奏 包括议题 呃 议题就包括设定 呃 跟发展方向 邱毅委员 也在2008年跟2012年啊 分别在这个面对陈水扁的世纪贪腐弊案 担任的主攻守 也在2012年马英九总统呃 竞选连任的时候 曾经一度民调陷入危机的时候 求议委员把呃民进党种种谈章枉法 包括蔡英文家族的生意 以及这个 当时要跟他搭档选副总统的 苏家全 呃 家里头的 特权滥用 那时候这个小毛 一起 到屏东去 还勇闯 这个苏家全的哥哥 苏家父的沙石场 就在 九死一生 你还记得吧 哎呀 这个委员 委员的种种英勇 我们在旁边只能当小粉丝 我们做的充其量的了不起 就是弟弟茶水 拿毛巾擦擦汗 哈哈哈 那时候小毛赏的 非常的 英明威武啊 满脸的烙腮胡 那个儿应该有 一米八 八五左右 不不不 一米八三 一米八四 我判断没有错 所以他是很能吓人的 哎呦 我跟他一起到了 苏家全的哥哥 老二哥啊 苏家父的沙石场的时候 他们还追过我们 哎呦 但是看了小毛这副 英雄威武的样子 他们就却步了 这个当时的状况呢 我只能说就像是 两个人在森林里头遇到熊啊 啊 还好我跑得慢 前面的就安全了 哈哈 没有了 啊 我们开个玩笑啊 今天呢 真的请呃 邱委员啊 就我的大哥啊 邱义来跟大家分析啊 哎 如果哦 我们现在讲说选战打的荒强走板 嗯 您同意吗 呃 三个党我觉得都很模糊战 对 我们先谈哪一个党 随您高兴 哦 一一点评 嗯 呃 我们先谈国民党好了 好的 好的 因为国民党毕竟历史最悠久了 是 百年大政党 是是是 那现在当然是破洛夫 但是破洛夫里面 他还有所谓的呃 失去权势的贵族 哦 那贵族心态非常的重 哦 所以始终有一个老大心态 唯我独尊的老大心态 嗯 哦 其实在国民党现在的结构里面 非常的矛盾 是 那像金普聪 嗯 那么一再的强调 那他大概这个神剧看多了 然后强调说 哎呀 将军如果战败了也是也是要挺着胸膛倒下去 哎呀 啊这不是为战先败吗 不是 哎哪有人要打仗的人强调说 哎 输了要挺着胸膛倒下去呢 我我原理你讲到这句话 我我就忍不住啊 这PTT啊 还有很多脸书上面很多人都说 他不讲这句话 我们还没想到 他讲了这句话我们都好想看 那就是说 他在选战就像你讲的 怎么会自己去先讲的这些话 让侯友宜 感觉就刺一脊了 就是感觉好像路不好走 哎是啊 没错啊 这等于未战先把自己心中的确议都表达出来了 对不对 很多人是说我明知要败 但是我拖住敌人的部队我死守 所以才会有挺着胸膛倒下去 嗯 如此一说嘛 是啊 那现在的话 呃 那不需要表现的一副呃 那么样的悲重的样子 我是觉得啦 金小刀应该是以前追女朋友的时候 嗯 讲习惯这样的话 因为少女蛮喜欢听这种话的 哦 会晕头的 哎呀 会晕头的 嗯 所以侯友宜在他眼中是个少女 也不是 也不是因为 喜欢勾引少女的人 哦 喜欢找少女 他有时候不由自主就会把这种神剧里面的那种穷瑶式的对白啦 那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就讲出来了 嗯 那哇就算不是少女 他也是个母鸡最强母鸡啊 在这个朱立伦跟在金卜充信中 他可能又是少女又是母鸡的啊 不过他们两个之间现在矛盾其实蛮大的 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说 对没有错 为什么 今以来的第一个起手势就是要架空朱立伦 呃 除了这个之外 两个基本上还有战略思考上的矛盾 啊是 哦 怎么说我这样说好了 我记得我跟我的兄弟蔡振远 嗯 嗯 我们一早不是提出非律联盟吗 当然 就在野联盟 对 对 那认为说现在的在野三个人里面 那么包含柯文哲侯友宜跟郭台平 嗯 三个人要进行整合 嗯 不整合的话那只有一条路 嗯 三个都输掉 嗯 啊 这也就是柯文哲是一定说的 他说只要三个人不整合不合作 嗯 最后 结论就是 嗯 当选的希律是零 就是保送赖清德 复航了赖清德 是 好 那可是呢 我们提出了这个构想以后 其实这个构想是延续朱立伦早期提的三阶段说 嗯 那朱立伦就在723 就提了一个执政大联盟 嗯 那朱立伦提执政大联盟是有苦心的 嗯 像我们这一种啊 比较知情逝趣的人 嗯 听了朱立伦讲到执政大联盟我就懂了 嗯 为什么 执政大联盟应该就是现在郭台铭提的主流民意大联盟里面的后半段 哦哦哦哦 主流民意大联盟 嗯 主流民意是什么 第一个台湾要台海要和平 对 台湾要发展 嗯 好 人民要富足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下架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贪腐政权 哎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流民意 嗯 那主流民意的第一第一个步骤要赢嘛 嗯 要整合在野力量要赢嘛 嗯 所以就有非律大联盟 政党轮替大联盟 或者叫做在在野大联盟 嗯 好 可是赢了以后我怎么执政呢 执政才能把你的证件落实 是 他才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所以这个时候就就必须有个执政大联盟 否则就会陷入一个什么的迷思 你记不记得柯P讲过联合政 是的 好 那你一旦联合政 我柯P当时都还讲说 他如果做了总统 他要任用这个最大党 国会最大党的担任行政院长 啊哈 好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啊 修正过了 但是那个时候有人就说 那现在最大党是民进党 嗯 难道你将来要用民进党的人做行政院长吗 嗯 好 这个疑问一出来就糟糕了 所以他修正 所以 嗯 朱立伦才要提执政大联盟 是 好 一直告诉你 你们不要担心 嗯 即使将来非力联盟整合完成成功了 嗯 下架了民进党 绝对是真正的下架民进党 是实质下架民进党 嗯 所以不会有民进党来阻隔 或者民进党设入内阁 嗯 甚至没有像当年金小刀建议马英九去搞了什么 叫赖姓元做入委会主委 赖姓元台独哦 对哦 让郑瑞臣做教育部长 嗯 然后把陈水扁实习的台独的课纲 嗯 就把他给给通过了 延续完成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叫执政大联盟 嗯 可是这又不能摆在台面上明说 嗯 因为摆在台面上明说 就有一点政治分赃的味道 好 很容易被抹黑 嗯 所以他就不能讲 嗯 那不能讲 可是讲的人是谁 要朱立伦说明的竟然是谁 对啊 竟然是金小刀 嘿 你不觉得他就是故意要给 又故意要破这个局吗 对为什么呢 为什么破局呢 因为金小刀不是讲吗 他说他跟朱立伦之间 有非常畅通的联络管道 嗯 啊既然有畅通的联络管道 你若觉得 哎 你没有跟他商量 就提出执政联盟 或者他不懂 执政联盟的内涵是什么 那很简单啊 你拨过电话 嗯 直接找到朱立伦 就可以沟通了 哎 你何必公开来挑战呢 你何必跑到 蓝宣的节目里面 公开来挑战呢 如果要公开也应该到小毛的节目 哈哈 不应该跑到蓝宣的节目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听委员 继续告诉我们金珠恩仇录 嗨嗨 各位大国民们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啊 今天请到邱毅邱教授 哎 小包好 大家好 哎 我尊敬的大哥 刚才呢 上一段节目啊 他跟我们提到很多 就是哎呀 这个选战达到现在有点荒腔走板 甚至在国民党的这个主帅阵营里面哈 多头马车 然后不晓得是该听金执行长的 还是听朱主席的 然后这两个人呢 其实我们过去啊 从啊不论是于公于私 或是从跑新闻认识的那一状况 金执聪一直都认为这个哎 有他当年的提息才有朱立伦 后来的状况 没错 讲到重点 哎 所以他现在出来一副就是哎 过去七年多我们好像没见到我们金老师嗯 现在侯友宜跟朱立伦这个就是我我我常常用一个形容啊 就是别党都是初选啊 贵党是朱选啊 这个没有初选只有朱选的后遗症啊 有时候会很严重 因为有时候他本身的劲逃啊 不见得多么糟 但是后遗症如果爆发呢 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后续的 不受药 或是其他的不受用 导致不好的状况 就一一再的延伸 现在看起来有点这种路径 当然有啊 就小毛讲到了问题的核心跟重点 那基本上朱金两个人各有问题 嗯 我们谈朱先谈朱好 朱因为跟我在台大同事 在立法院也同事 所以我对朱的性格大概比较了解 我这个人他喜欢默默的观察一些很会盘顺的人 朱了表面上有个大算盘 其实肚子里面还有个小算盘 嗯 他特别重视的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小算盘 对吧 那么对朱来讲的话 他还是抱存了那种权贵的心态 叫做宁与外人不与家努 嗯 那不是朱立伦赏赐侯友宜 是因为他的岳父高玉仁呢 特别推荐了侯友宜来 所以他不得不接受 嗯 因为朱立伦的发家是完全靠他岳父高玉仁的左力吧 我打从美国纽约大学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当时在台大也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小教授 那么国民党的提名的时候也也基本上一开始他也没有 没有没有在提名的名单里面 是因为高玉仁像年战当时的主席年战施压 所以让他报备参选 而报备参选赢了赢了以后呢 刚好那时候进入两千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国民党需要有那些口才遍及 还有一些知识的人 尤其当时要有人对垒 嗯 那我代表宋楚瑜吧 嗯 那时候对垒就不需要有一个人 至少跟我能够两个人能够存枪舍战 是 所以国民党就是推 朱立伦就是专门VS邱毅的 嗯 所以我对朱立伦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嗯 朱立伦这个人呢 缺点就是度量很狭窄 哎呦 所以他觉得 侯友瑜你算什么东西 嗯 你今天长大了 翅膀硬了 就爬到我朱立伦的头上杀尿 嗯 我朱立伦是党主席啊 我有我的盘算 我的规矩游戏规则 可是你侯友瑜就是一副大条不甩啊 那时候侯友瑜在去年的九合一选战之后 盛望非常的高 他的民调高到四成以上 无人可敌 是啊 那时候朱立伦 当然有他的一个 一个做党主席的一个游戏规则 可是侯友瑜就摆了一副 你要等我在新北市议会执行完了以后 你才能够 才能够那时候才能够要提名才能 我才愿意接受 嗯 而且我不要初选 我只要征召 我绝对不跟赵绍康来辩 而我也不找张亚中来辩 这些人我都不愿意跟他们 在同一个辩论台上面 同台 他们没有资格 很高兴 这是侯友瑜的心态 嗯 那朱立伦怎么能够忍受呢 他不是爱张亚中哦 也不是爱赵绍康 而是因为他觉得你侯友瑜的态度 太过度的傲慢 那等于爬到他头上杀尿 所以呢 他就打了一个主意 打了一个什么主意呢 他就找了郭台铭 然后用郭台铭要去押 要去教训一下侯友瑜 可是没有想到郭台铭 前门前门巨狼后门引虎 这个他照讲中间 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 为什么现在我们都说517的真相 我都要求他公布真相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郭台铭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啊 你把郭台铭纳到了 你所谓的征召程序里面 去跟党员的侯友瑜在较劲 在比较 朱立伦在瞎唬什么呢 对啊照理讲人家说 那照理讲声望很高的人是韩国瑜啊 而且国民党里面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总统可以选两次 第一次输了还有第二次 对吧 对 其实民进党也一样嘛 蔡英文输了一次嘛 还有第二次嘛 那连赛输了一次还有第二次 这是一个在整个主要政党的潜规则 那你为什么不让韩国瑜出来呢 理论上来说 韩国瑜连初选的机会都没有 都没有啊 这就是朱立伦高明的地方 所以你刚才讲过了 他不是名选之人 他不是在游戏规则初选之下出来的侯友瑜 他变得是征召下的侯友瑜 朱选 是朱选 不是初选 就是你们想的这个二师兄 二师兄 二师兄真招了大师兄嘛 哎呀是是 好 那这个方式 其实也让郭台铭觉得中间有玄机 郭台铭那时候 那郭台铭又一直以为他是商业的霸主 他觉得把商场的游戏规则用在政治上 所向无敌 这是郭台铭的看法 那这看法是错的 因为政治的操作跟商场的操作 毕竟还是有所不同 所以 所以这时候他就派了黄建廷嘛 然后去呼隆郭台铭嘛 黄建廷就拿着圣经 拿着上帝 拿着十字架去呼隆郭台铭 对不对 那郭台铭 拿十字架跟神经 是要驱魔吗 商场老狐狸 竟然被政界小狐狸 其实这一段我一直都不信 郭台铭最好有这么好骗 你跟他也熟 我都觉得里面有太多瞎呼隆的事情 所以你说517要真相调查 我是支持 当然了 所以说 你今天他们一直拿出关公 关公说 要说郭台铭不守诚信啊 不对一些承诺啦 说实话 但他失破了以后 国民党有太多肮脏的事情 搬不上台面了嘛 好 那么回头来说 他本来想用郭台铭去教训一下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后来也同意了 就早一点接受征召 所以新北市议会 还特别把议会的顺序 把他议程把它改变 对不对 就是为了解套 变更议程 就是 量身定做 蒋跟黄这个议长 帮这个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的矛盾解套 哎 定做一身龙袍 黄袍等着加身 那这时候朱立伦呢 就产生了一个 他毕竟还是学者出身 有时候会有天方夜谭的想法 他觉得啊 这个操作一切都在我二师兄的盘算中 啊他太了不起了 所以最后继教训了侯友宜 让侯友宜听话 愿意让国民党提早得征召他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觉得郭台铭要感激他 因为郭台铭本来没有资格参与这个程序啊 结果 现在是我朱立伦赏赐给你 然后让你加入的 而他也觉得黄建廷用上帝的呼嚨是有用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就误以为他即使要提名了侯友宜 侯友宜听话 可是仍然可以找郭台铭 要郭台铭把他最重要的资产 他不是常讲吗 郭台铭是我国民党最重要的资产 嗯 他的资产就是资金了 变现 就是可以变现的资金 所以他所谓的资产就是郭台铭 继续拿钱出来做冤大头做铠子 哦哦哦 问题是郭台铭这时候一开始 一开始我记得我我那一天 才有提醒 嗯就说你可以祝福侯友宜 5月17号 但是祝福以外不要多讲别的 那不知道哪一个蛋头 嗯 鸡蛋的蛋 嗯 那就跟郭台铭说 哎呀要好人啊要伪善啊 啊除了祝福之外就写了要支持 哎呦 就统下了今天的后遗症 吹得很忙啊 啊对啊这个宜支持以后 问题 台湾台湾人说这句话啦 做好人无量做派人无大 哎呦 嗯啊所以郭台铭事后呢 很多人又把那些什么 所谓的国民党中央内参民调 之谜又跟他讲了 郭台铭越听越不对劲啊 嗯 哎奇怪了 这个内参民调到底哪里来的 哦 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人做的 什么公司做的什么题目 什么样本对不对 都没有 啊郭台铭开始觉得他被骗了 哎呦呦 然后回头来想 啊确实中间有很多可疑可疑的地方 所以郭台铭就越听越想越气啊 越想越气之后那一股所谓的不分之气 你怎么可以骗我这个台湾首富商场霸主呢 嗯 我一定要跟你搏个高低 所以这时候双方之间就开始了情绪了 哦 这个就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而事件有这个根源之后 朱立伦就犯了错了 所以一开始侯友宜的声势就开始下跌 尤其跟南投立委的补选 他又不参加李明珍的选前一夜的肇事 所以更难给他找到了破口 嗯 在这个破口还有这个问题的症结之下 他就开始打破了他高民调的不败金声 嗯 就开始往下掉 嗯 那一往下掉 那你就发现你侯友宜 哎可能真的517的东西都假的哦 嗯 所以都黑箱作业之说就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517提名之后 不管哪一家的民调都显示 侯友宜的民调暴跌 第一份在517之后做出来 联合报 是联合报 无敌的样子 嗯 为什么一征召提名了以后 马上民调拒服的下跌 有问题 好 那在有问题之下 这个故事实在是很长 太精彩了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回来继续听邱委员跟我们分析 国民党该怎么加油啊 POP大国民 今天轮到你 大家好呀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POP大国民 今天节目非常精彩啊 邱义委员啊 我尊敬的邱教授啊 在跟我们讲了很多 其实国民党好像自己一物军机 跟这个低估了没有社会支撑 没有民意连结的整个状况啊 没有初选只有朱选的这个侯友宜 市长的后遗症就是他闲或不闲 其实大家无从判断 因为整个出场程序到现在就是 你 假设他是一个好产品 但你的包装跟出场方式 一团迷雾 让他已经变得 他卑微利啊 我想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 就是说我尊敬邱义还有一点 因为他 他并不只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口才遍及思路迅捷 他是一个很有哲理而且很温暖的一个大哥 我特别喜欢听他跟我讲中华民国跟国家还有民族这一块 那我上个星期啊 我我们常常介绍好书嘛 我们介绍了年金新出版的这本书思考中华民国啊思考中华民国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明年1月13号的总统选票上面是中华民国第16届总统副总统选举 大家要去盖 你要投给谁 Right 那我们因为推荐好书 所以我网友呢也给我推荐了另外一本好书 这本书是1998年2月出版的书 叫天龙特警侯友宜 这就是陈水扁要选市长连任遇上马英九那时候 这本书呃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就是他在讲侯友宜多么英勇啊 破了什么案 尤其那时候刚破白小烟案没多久 嗯翻开书封一翻开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跟封面一样啊 就是侯友宜本人的照片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彩色太多了 还没有全彩 那但是呢 再翻开后面推荐的照片 大家看到 这是1998年要选连任的台北市长陈水扁 他说什么 侯大队长 这是陈水扁这是侯友宜 他说侯大队长的为人 可说是仗义英雄胆治安及先锋 他与市府警察同仁们的办案经历 更为警戒气兄写下了传奇的一页 署名陈水扁 你可以看到他的字体啊 从当台北市长一直到这个 所谓写信给马英九的这个字迹啊 都没有变过啊 这本书 嗯 陈水扁 跟侯友宜的好交情 其实我的网友也推荐给我看 嗯 这本书 现在买不到 他还是在 这个 你看这个都没有封 条码 条码都还没有换 就是五谷香 现在其实叫五谷区嘛 五谷香的图书馆借出来的 嗯 现在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当年 市刑大队长 嗯 陈水扁 直接 为了这本 讲侯友宜很英勇的书 写了一件推荐 写了一段推荐话 侯友宜跟 嗯 如果站在打击犯罪的这一个角度 一把好手 一把好手 他是一把好手 嗯 他算是英雄人物 嗯 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 一个 汉子男儿 强硬的 这没有问题 嗯 可是侯友宜基本上也是个机会主义者 嗯 当然机会主义者不见得是一个负面的名词 嗯 他 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嗯 他也没有所谓的仙人的余印 所以他必须靠着白手请家往上爬 那这时候机会主义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嗯 那么在他往上走的天国的阶梯里面 嗯 那他基本上他是第一个贵人 就陈水扁 嗯 没有陈水扁就没有侯友宜 嗯 就是侯友宜自己不得不承认 嗯 也是陈水扁 大家宣扬的一句话 对 那 侯友宜对陈水扁 其实当时也贴得非常的紧 嗯 不只在当时的白小燕命案 包含了后来的319枪击案 哎呀 甚至包含了当时候民进党 陈水扁希望侯友宜能够入党 嗯 然后到凯达格兰学校受训 是 等等的过程都会看出来 侯友宜当时是贴着陈水扁的 当然侯友宜没有想到有一天 他会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嗯哼 所以侯友宜并没有做好准备 嗯 他也没有这样的痴心妄想 嗯 侯友宜大概有想选总统的意思 应该是他在去年的九合一选战 国民党大胜 而他的支持度呢 竟然高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是 天下无敌的情况之下 嗯 侯友宜开始对于总统的位置有了寄予之心 认真了 对 但是他毕竟没有做下准备 他以为选总统就跟选新北市长 是一样的 嗯 那这一个错误的理解 指得侯友宜等于跳进了这个浑水之中 嗯 那么到现在难以自拔 侯友宜现在所有的问题 就在于说 你记得在723的时候 韩国瑜在侯友宜的耳朵旁边 讲了一句话 就说做回你自己 嗯 要做你自己 嗯 不要做被国民党里面的这些权贵们 嗯 要打造出来的侯友宜 而是要做真正的侯友宜 嗯 其实你看看 侯友宜每次谈到他这个在座警察刑警的阶段 如何打击犯罪 嗯 他的眼睛发亮 嗯 他的口才突然变得变起 嗯 可是当他谈到 呃 金普松写完了写完了标准答案 要他去练的那些东西 嗯 侯友宜就开始结结巴巴 就开始好像他表演在被搞 嗯 他的魅力就一点一点的流失掉 嗯 尤其是他又遇到了一个 又勿找匪类了 就是 恰鬼带到团了 又找到了这个金普聪做他 整个竞选总部的执行长 嗯 那金普聪其实为了是他自己 而不是为了侯友宜 嗯哼 金普聪是一直要找回他遗失掉的梦 好 因为金普聪觉得 他过去他的普选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是所向无敌的 嗯 他认为说 他后来在在2014年太阳化以后 嗯 马英九的声望跌到了各位树的时候 他认为非他之过 嗯哼 但是他那时候黯然的离开了政治场域 嗯 他觉得这是他终身的遗憾 嗯 所以在折服了七八年的时间以后 他决定要付出 而他付出之路选择了 选择了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当时正在风雨飘摇之中 嗯 所以他他也需要有一个 在传言里面非常厉害 非常有魄力 那么用兵如神的金小刀 来把他操盘 委员容我插一句啊 嗯 金普聪怎么服选马英九 我们也都参与过了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当时的主体是马英九 这个载体 他承载了大家嘛 对 那呃 我也跟很多人讨论过 很多人跟我讲说 啊 人家说 从以前人家就说 哎 不要说金普聪努太厉害了 那马英九这支三品撒出来 一半人都可以让他连心 我都 我都不晓得怎么讲 就是说马英九是因为这个产品太强 啊 当时的你说本职学能 你说他跟谢长廷比跟蔡英文比 你稍微正常不用太正常啊 稍微正常的就就知道谁会赢 嗯 这这整个状况 而且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在 08年选举12年选举都有很强悍的邱毅当主攻守 那我是见识过邱委员打议题的那种能力 而且细心 而且从各种科学的数据 去检验跟学理还有市政人政 都能够举得出来的那种状况 跟今天金小刀金老师去帮侯友宜 以及朱立伦的整个建制的状况之下 不可同日而喻 对你你你真的会觉得说好 如果说现在离选举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你你刚刚说 胜负未定 虽然很多人可能不见得认同你这句话哦 但是好 你我相信你讲的 因为你是一个擅长找方法论 找solution的人 国民党要怎么样可以救 国民党本来其实不能说完全没有救 例如韩国瑜告诉 告诉侯友宜的做回你自己 就是一个指点他的一条名路 可是问题是侯友宜那时候已经找了金小刀来操盘 对因为他整个需要有一个tempo 需要有一个队形嘛 现在没有啊 而金小刀呢为什么被称为小刀 而不是大刀 而不是青龙眼月刀 例如说他现在也让侯友宜 抬出了关公像 想要去暗讽郭台铭 我觉得就很好笑啊 因为你关公拿的是青龙眼月刀 骑的是赤兔马 你的性格人意理智性正好跟金小刀是相反的 正好是被刀而死的 所以如果是侯友宜自己打关公形象 OK 可是你找了金小刀来操盘打关公形象 你不觉得就是被刀而死吗 因为你所谓的金小刀 为什么被称为小刀 就是因为你只会斗自己人 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打外敌嘛 所以你怎么跟关公比呢 你比关公的话 那不是等于亵渎了关公吗 那亵渎关公人怎么会 去拿这个民间信仰 要想要帮侯友宜得票呢 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思考 好 那金小刀基本上 你刚才说对了 完全对了一句话 马英九是好的产品 所以在金小刀的操盘之下 那再加上那时候国民党财雄四大 国民党对媒体有充分的掌控力 那时候的媒体是比较 着重于传统媒体 所以金小刀的掌控会比较容易 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媒体环境不一样了 再加上那时候又有我啦 有蔡正元啦 甚至还有现在也被金小刀 汽油不用的礼宣教 那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重炮手 那么去打民进党的相关的弊案 让国民党的气势能够起来 让群众的热情能够起来 所以才能够赢 但是金小刀这个人 我说过 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尤其他还不是过去的民国贵族 他还是八旗贵族 所以他那种想法更奇怪啦 所以他以他以为说 所有的功劳都他的 靠着他对媒体的掌握 靠着他对所谓的资深媒体人的 一个控制 他可以把所有的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吹牛 过去几十几二十年来 我也不理他吹牛 反正也不跟他辩白 所以他变成功劳都是他的 他把这刷成无敌的形象 善晓琳不见了 灵火旺不见了 我也不见了 蔡正元也不见了 李玄孝也不见了 每一个有 越有功劳 越有战功的人 越被他弃弱必洗 都砍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小刀的性格 那这些性格的人 现在跑到一个 产品比马依旧差很多 又处于风雨飘摇 的一个竞争的趋势之下 那你说 怎么会有赢的可能呢 他笃定越打越乱 所以金姆中上来以后 他第一个第一刀就砍向谁 砍向朱立伦 那朱立伦当然也不是个好蛋 也是个坏蛋 当然你看到 朱立伦被金小刀整 其实我心里也蛮高兴的 觉得黑痴黑 哎呦 黑痴黑这形容的真是贴切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你金小刀站在大局面来看 金小刀去砍朱立伦 砍完不够 他就砍别人 砍到谁 又砍到罗志强 砍到罗志强更好笑了 金小刀2012年做台湾加油站 你最了解这个机制 金小刀是执行长 罗志强是副执行长 那时候当然还没有网路 没有像现在这么昌盛 但是开始网路兴起 那时候网路开始有些高手出来了 所以第一代的网军不就那时候有的吗 所以为什么罗志强看了 去攻击他脸书 攻击他父母的那些网军头 他一看 这不就是当年 金母冲要他干的事情吗 所以他 他最能够把内情讲出来嘛 所以他才会 别人说你没有证据 怎么就指控金小刀 问题是别人没有证据 他有啊 这些不都是他的部署吗 你现在这些网军头 基本上分成三大网军头目 另外还有五大网军小头目 杨慧如只是五大头目里面的小头目 一些系统 对 你记不记得2020年在大选前 我有跟蔡正元 正义兄弟联手 去打二代暗黑网军 对不对 甚至把民进党跟这些二代网军之间 包含赖晋宁的公司 赖晋宁就是赖品渝的爸爸 是 那时候怎么去组建网军 新潮流小赖 徐家钦的指挥 徐家钦都代表蔡一文指挥这些网军 然后他们怎么去搞 甚至连 赖钦德都是他们要踏伐的对象 所以这一批的网军 其实当时我们打算有像 像这个 像这个 很多的网军的 栏目 帐目都被我们当时候有一阵打了趴下去 可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因素 后来就嘎然而止 更多的真相 等一下广告回来 听邱委员继续揭露 大国民们晚安 马上要晚餐了 我们节目最后一段了 现在我要请邱委员讲一讲 中华民国总统 明年1月13号投票 中华民国 大家应该有个怎么样的基本态度 看这个总统选举呢 大家都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下 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当然要有正确的认识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侯友宜好了 侯友宜基本上 他没有明确的表态啊 我们以他到日本去 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 那么来做讨论 他到日本去他强调的是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 只有叫中华民国 好 那你今天除了这个之外 他里面当日本记者问他 你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或者叫做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很好回答 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你们不是蒋经国说的吗 是 你们不是要遵守蒋经国的路线吗 你们不是要捍卫中华民国吗 suppose 那竟然这么简单的问题 侯友宜没有答 他拒打 你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要有你的胆识 你要提出来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难答的呢 真的 他你怎么会必答这个题目呢 好 你明明讲九二共识 你就好好的说清楚 然后你一边讲九二共识 又说你是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然后紧接着你又说你遵从马英九的不同不徒不武 那问题中华民国宪法的目的 他的目标 追求的目标是统一啊 他设立的时候在南京就是国家统一状态下设立出来的 对啊 你所以你基本上 你就是没有做了准备 而且你自己没有个信念 一个没有信念没有信仰的人 你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基本就是矛盾的 好 那么接着谈到赖清德就好笑了 他现在要想把他那个台独今孙的标签给撕下来 那问题撕得下来吗 这反而显示了赖清德的性格就是归孙子 他不是台独今孙的话 他也是个台独归孙子 在立法院的时候赖清德做会干什么事 每次立法院冲突打架赖清德已经躲在一边 他等媒体来了他人就冲进去然后开始推 这个我们记得很清楚 对不对赖清德性格就是这样 媒体来的时候他就装成一副 他就是个演员嘛 很多人说哎呀赖清德是所谓的铁杆台独 我跟你说了他言格叫投机台独了 他这个演员台独他就是台独演员 政治演员他就是政治演员 好那郭台铭郭台铭至少在金门提出了和平宣言 至少他敢把九二共识讲出来 他敢讲说台海的兵凶战委最主要责怪的 就是民进党的自己不承认九二共识惹出的祸端嘛 他只好敢提到这个问题表达他的立场 当然在台湾可能表达这么明确的立场 可能反而会受到质疑 会被攻击和失了选票 但是他愿意做啊他敢做啊 好那柯文哲 柯文哲到现在也是模模糊糊的 但是好歹他承认两个一家亲 但是他又不认九二共识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他就是回避 他才有回避的方式 所以也没有很清楚的对中华民国表态 所以我认为其实做每一个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对于中华民国的立场 对于捍卫中华民国的策略 战略跟战术 都应该表达他们自己明确的理念跟路线 对而且其实像我推荐的这本书了 思考中华民国就是中华的一个概念之下 民国的意涵到底是什么 以及可能我们理解的中国国民党 推出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他到底了不了解中华民国必须是中国 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以及国民是当年孙文提出的一个党的路线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怎么去照顾民生 然后所有的施政都主权在民是紧扣着民生发展的 要不然你就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面出来希望扶国立民的状态 这些东西好像目前几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人都不会去面对 也不想处理这一块 好像大家要的始终还是那个骗完全票骗钞票的那个过程 唯一敢把这个话说的相对比较清楚的是张亚中 可是他确实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是完全被遗忘的一方 被没收参赛权 对了 那您怎么看呢 国家的命运 所以我对整个国家的命运我非常的悲观 因为你作为选一个台湾在台湾地区领导人 中华民国领导人的这些人选里面 大家对于所谓的立场所谓的信仰所谓的路线 所谓的战略跟战术基本上都会而不也 都在瞎唬窿 好的太多的需要努力啊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下个小时POP大国民节目代班主持人陆宜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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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